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出门时太阳已经冒出半个头 红通通散发着光芒 像是一只炙热的手掌 温柔地抚摸着这个世界 你问他是怎么看到太阳的 因为他站在墙上 唐天远并非有什么特殊癖好 他以前也是爱走正门的 只不过现在 他扭头往东边望去 果然不出的所料 门口挤了几辆马车 马车有的朴素 有的奢华 还有一辆垂着粉红色的流苏 装饰着鲜花 生怕别人不知道 里头坐的是女人 唐天远背着手 虽然站在墙头上 风姿依然不减半分 他抬头 静静地望着天上 被太阳染了一层赤铜色的鱼鳞云 微风徐徐吹过 鼓动着他的衣袍 空气中 飘着不知名的花香 他闭上眼睛 深深吸了一口气 心情 因着亲人心脾的花香 而稍稍好了一些 嘴角弯起一个微小的糊涂 但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使那糊涂很快又压了下来 两年前 唐天远二十岁 在电视中发挥正常 高中探花 春风得意 自不消体 按照惯例 一甲前三名 也就是状元 榜眼 探花 是要一起游街的 戏文里都说 状元是一举成名天下之 不过这一次 探花郎抢了状元的风筒 原因很简单 三人之中 探花最好看 唐天远本来就长得一表人才 尤其是梅雨间那股英气 随便往人堆里一放 都能立刻制造鹤立鸡群的效果 状元是个四十多岁 一把胡须的 榜眼 五短身材 外加皮肤黑得很均匀 跟这俩人一对比 唐天远更显得俊美无仇了 同时 唐天远被京城老百姓津津乐道 并深深铭记的还有他的家世 他是内阁首府的儿子 内阁首府就相当于丞相了 绝对的禀国之臣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唐天远有这样一个爹 还能自己发奋读书 考中进一时 可见此人是好学又上进的 在与京城里 一般镇日只知 斗鸡走狗喝花酒的 纨绔子弟相对着 唐天远的形象 简直要光芒万丈了 相貌好 家世好 人品也好 又有才华肯上进 这简直是女人们的 终极择偶标准 刚好唐天远尚未娶妻 于是登门给唐天远 说亲的媒人 渐渐多了起来 这也没什么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嘛 可是也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起 唐府门口便聚拢了一些 慕名而来的姑娘 专等着唐天远出入时 一亏她的英姿 他们都坐在马车里 并不露脸 只在唐天远路过时 才撩起车帘看一看 伴随着 阴阴恰恰的娇笑 一般在这个时候 唐天远总是低头猛走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个别姑娘胆大些 与唐天远路过时 故意在她跟前 丢个手帕 盒包什么的 对此 她只好装下 她觉得 他们大概只是一时兴起 等风头过去 也就清静了 很快她发现 她实在太天真了 唐府门口的马车越来越多 连后门都不错过 人一多了 成分就复杂了 有人甚至看到 连青楼的女子 也跑了围观 终于 有些不怎么在乎 明杰的女人 不甘于只是远远地看着 开始走出马车 调戏唐天远路 是真的调戏啊 不独言语轻调 且还有上手摸脸的 可怜她唐天远 活了二十多年 尚未真正碰过女人 陡然被一群姑娘 这样调戏 实在窘迫难当 可这种事情又不好报关 她一个大男人 也不能与女人们争执 只好远远地躲了 躲不过 干脆翻墙 其实 无论唐天远多么出调 单凭她自己 是无法造成这种 离奇场面 导致唐天远名气 越来越大 且仰慕者中的 另有原因 想到这个原因 她更绝无力 真是提也不想提 唐天远 站在墙头忧伤了一会儿 便赶紧跳下来 抄小路 去汉林院了 她家离汉林院不远 骑马直不当 她也不爱乘轿子 汉林院对面 有个书店 这会儿还没开门 但门口 已经聚了不少人 排了长长的队伍 想必是在抢购什么好书 唐天远好奇地往队伍里一扫 看到排在最前面的 赫然是曾经与她同科 现在是她同僚的榜眼兄 这位榜眼兄 正在欢快地吃着包子 于是唐天远走过去 与她打了个招呼 这不是唐兄吗 要不要一起吃包子 哦 不了 你们在这排队买什么 买好书 是妙妙书的新书 唐飞龙风月脚废计 这书名有些刁钻 像是绕口令 房眼兄说得甚是吃力 喷了好几下口水 唐天远掏出手帕 在脸上抹了一把 眯着眼咬牙 喵喵声 她咬牙切齿的声音 被人群的交谈声掩盖 榜眼兄的心思 都在包子和书上 并未发现唐天远的异常 继续说 哎 其实这本书 在别处也可以买 但今天这家书店 卖的可是独家提示吧 每一本书的匪验 都有妙妙声的亲笔提示 还盖了司音 全京城独一份 侄子一家别物分好 你来一本不 她正说着 书店开门了 因外面排队的人太多 伙计只好在门口 吃了张桌子 摆上一摞一摞的新书 封面上几个字 正是令唐天远不忍细看的 唐飞龙风月剿斐记 人群一阵骚动 排在榜眼兄身后的一个人 听到他们的交谈 眼神不善地看着唐天远 你想插队吗 虽然我们都知道 唐飞龙就是你唐天远 但你也不能插队 我不插队 你们继续 唐天远扭头想走 黄眼兄十分仗义地 一把将他拉回来 一边掏出一块银子 跑给输店伙计 诶 唐兄 别走啊 伙计 我买两本 容您会过 一个人最多买三本 您再来一本不 我省得找钱了 行啊 好嘞 给 您拿好 给你一本 唐兄 拿着看吧 黄眼兄 拿了三本书 离开队伍 还把其中的一本 塞到唐天远怀里 唐天远甚是乌语 想要把书还给他 但是他打死不收了 哎呀 唐兄 也没几个钱 你就拿去看吧 别跟我客气了 谁跟你客气了 唐天远就这么拎着本烫手的书进了汉林院 他实在不理解 为何有这么多人 愿意多花两三倍的价钱 只是为了多买一叶提诗 那个妙妙生是个变态 写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唐天远想到这里 故意把书翻开 想鄙视一下妙妙生的书法 竟然还不错 唐天远自己在书法上颇有些造诣 名气也不小 这会看到妙妙生的字 虽写得有点急 但风轻古骏 字成一格 很不一般 黛米 一定是黛米 他把书扔在桌上 随手抽了一本其他的书来看 而榜眼兄 已经迫不及待的坐在自己的宫位上 两眼放光的 翻开了他的宝贝新书 唐天远和榜眼兄 同期受的汉林院编修 职位相当 所以共用一个办公房间 两人宫位相对 平时只要一抬头 就能看见对方 按榜眼兄的说法 是每次抬头 都能看到一个比自己英俊一万倍的人 他必须找点精神支柱 才能活下去 于是他遇到了妙妙生 这个妙妙生可不一般 他出现的时间是在唐天远 高中探花 名扬天下后不久 没人知道他的生平 也没人见过他的真容 可是一提到他的名号 却又如雷贯耳 这妙妙生写过几本画本子 虽也是风月小说 但不同于一般的才子家人 里头的男男女女 形象十分真实丰满 情节也别致 出人一表 另有一些清新可送的诗词 满足了高雅人士们的需求 事宜 他的书在这两年 很是风靡 每次有新书出来都会引发抢购热潮 这自然是各地书商们乐见其成的 妙妙生的书之所以这样火爆 有一部分原因 是借着唐天远这股东风 他的每一本书 主角的名字都叫唐飞龙 周毅上说 飞龙在天 唐飞龙可不就是指唐天远吗 当然 这样解释未免牵强 但只削翻开书看一看 便知分享 那唐飞龙与唐天远 出生年月相同 同样是内阁首府的儿子 也同样是若冠之年 考中探花 其他一些细节也十分相近 这还不够明显吗 至少绝大多数人 读妙妙生的书时 都会不自觉的把唐飞龙想象成唐天远 因此 妙妙生的书与唐天远这个人 两者之间产生一种很奇妙的互相推动的作用 正是脱了妙妙生的福 现在想给唐天远生孩子的人数不胜数 连起来可以绕京城三圈 再打一个蝴蝶筋 所以唐府门口能够聚集那么多人 还有些朝三不朝两的跑来调戏唐天远 也就不奇怪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 身为名人就要付出点代价 这个道理唐天远懂 他真不介意自己被人写两笔 可是那个妙妙生都写了些什么东西 第一本书里 唐飞龙表面是个谦谦君子 但骨子里喜欢被女人调戏 第二本书 唐飞龙是个弱智公子 走三步路磕半口血那种 第三本更奇葩 唐飞龙直接被写成了神经病 白天是一个人 晚上是另外一个人 现在写到第四本 唐飞龙开始剿匪了 剿匪就剿匪 关风月什么事 以妙妙生之恶趣味 唐天远真不知道 他这次会写点什么 总之 他是不忍心看的 唐天远抬头看看对面的榜眼兄 他倒是看得十分投入 因太过兴奋 榜眼兄蹲坐在椅子上 一手持书 另一手捂着嘴巴 两眼冒光 发出一阵阵痴笑 那动作 那表情 配上那黑的浑然天成的气质 真像是 齐天大圣 见到了中意的母猴子一般 唐天远更不忍看他 于是低了头 扶着额头发呆 目光又落在桌子上那本 唐飞龙风月剿斐记上 终于他把手伸向了他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这样 唐天远在内心绝望的狂寒 他每次都不想看 可每次都禁不住去看 把书翻开 开篇竟然十分正常 这不像是妙妙声的风格 唐天远提着一颗心往下看 看到第三掌 妙妙声终于忍不住 露出了真面目 唐飞龙身为朝廷命官 在剿匪过程中 竟然落入匪徒之手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那匪手 它是个断袖 这断袖黑老大 把唐飞龙脱光了 绑子床上 正欲行的狗血之事时 被本书女主角 及时赶到 营救出来 脱光了 绑在床上 像是完成某个仪式一般 唐天远长出了一口气 缓缓把书合上 才第三掌 就出现这么刺激的剧情 他实在没勇气看下去了 说实话 唐天远怀疑那个妙妙生 是个喜欢搞断袖子变态 正常男人写的风月小说 不是这样 唐天远看妙妙生的书 总有一种被变态盯上的不适感 这书里的黑老大 八成就是那妙妙生的自托 想接书里的情节 贵一把变态的饮 唐天远一不小心 就脑补了一个一脸胡子满面油光 微笑着奋笔疾疏的老男人 当时遍体生寒 他真的快忍不下去了 是唐天远忍无可忍的 是一个传闻 听说了吗 妙妙生要写龙羊小说了 一大早 绑眼兄就丢出这个消息 炸得唐天远一阵头晕 绑眼兄同情地看着他 尽量压下嘴角 每每要溢出的微笑 唐天远从他抽搐的面部表情中 精准地捕捉到他的幸灾乐祸 你也有今天 惊讶过后 唐天远很快恢复淡定 他坐在自己的宫位上 平静地问了一句 真的 这我不清楚 有说真的有说假的 总之 有人想看 希望妙妙生险 这肯定是真的 帮眼兄说到这里 终于避不住了 捂着嘴巴黑黑笑起来 一边笑 一边激动地吹桌子 唐天远扶着鹅 无奈地摇了摇头 绑眼兄的话有道理 其实不管这传言是真是假 只要想看的人多 书好卖 以妙妙生那点节操 大概会义无反顾地写吧 本来就是个喜欢搞断绣的变态 写起这种书来 必然是信手拈来 整天被一群姑娘追着调气 已经让唐天远很不适应了 要是再加上一群断绣 那画面实在凄惨 他不敢想 更何况 被一个断绣 一淫着写进龙羊小说里 这件事情本身就够使人如坐针战了 不行 一定要阻止妙妙生 当然了 首先他得把这个人找出来 虽然这妙妙生行事低调 使人摸不着脉 但唐天远很快发现了一点线索 妙妙生所有的书 都是在一个叫古堂书舍的地方印刷装钉的 那么这个古堂书舍应该知道此人行踪 也就是说 想要找妙妙生 先找古堂书舍 确倒不难 古堂书舍在池州府同龄县 总归是能找到的 同龄距京城近两千里 骑最快的马也要三四天 唐天远向上官请了一个月的假 跟家人说自己想要出门游历 他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真实目的 可惜他的小思嘴不快 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你要去同龄 想去南边看看 不一定去哪 去吧 你也是时候历练历练了 大概是由于心虚导致的错觉 唐天远总觉得他爹的眼神 有点高深莫测 人怕出名猪怕壮 不是冤家不巨头 那么究竟是唐天远 道高一尺 还是妙妙声 魔高一丈 有声小说 调笑令 作者九小七 演播 卢柯 Petboy 叶生罗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继续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